嗨 大家好 我是李淼 距離東京奧運現在還有整整一個月了 那大家都想看看東京奧運的奧運村裡面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疫情之後其實我們也一直都沒有機會進去 終於終於在上個週日的時候 允許日本國內還有國外的媒體進去就這麼一次 那我今天就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聊一聊奧運村的餐廳 到底他們給外國運動員準備了哪些美味佳肴呢 奧運村裡面是有兩個餐廳 一個是主餐廳 一個是休閒餐廳 我們先去的是主餐廳 奧運村最多會接納來自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一共是有18000名運動員 那每天大家的一日三餐對選手們比賽來說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主餐廳是非常大 有3000個座位 其實本來有將近5000個座位 但是大家看畫面就能發現 本來一個長方形的桌子可以是6個人做的 可是因為要保持距離 防止疫情 所以改成了一張桌子只坐4個人 那每張桌子上還備有消毒紙巾 另外還有隔板 那大家其實就很關心 到底有什麼樣的美味佳肴呢 在這個主餐廳裡面可以提供700到800種菜單 但是很遺憾的是沒有我們媒體品嘗的機會了 可是負責人就介紹說 主要是有三大菜系 有日本菜 亞洲菜 還有全球菜肴 那日本菜是典型的和食 亞洲菜裡面我仔細的去看了一下 已經有了菜單了 中國菜是非常的豐富 比方說有蔬菜春捲 還有雞肉炒西紅柿 火腿粉絲 還有豬肉炒蝦 竹筍白菜做的白湯 可是有人就有疑問說 聽這些菜名好像也不是地道的中國菜 因為我們中國菜裡面沒有雞蛋炒西紅柿這一道 也許會是經過日本改良的中國菜吧 不知道我們中國隊的隊員們會不會喜歡 可是不管怎麼說呢 奧運主餐廳它把中餐列為一個很重要的菜系 我覺得還是非常棒的事情 那我在現場看到 為了照顧各種不同宗教 不同文化 不同飲食習慣的人 還有清真餐 無膚制餐和素食 可以說想的也是非常的周到了 那在奧運村裡除了這個主餐廳 24小時營業之外 還有一個餐廳叫休閒餐廳 它呢比起主餐廳是比較正統的菜系呢 休閒餐廳主要是一些更加平民化的日本菜 比方說像日本的普通老百姓都會愛吃的 像我尼吉里 飯糰 天普拉 天婦羅 還有麵類等等 那休閒餐廳的座位就沒有那麼多了 只有不到大概300個座位 還有一個特點是它使用的食材呢 每天都會有來自日本大地震 福島和事故災區 也就是福島啊 工程啊 還有岩手啊 3D的食材 當然都是經過日本國內嚴格的認證的 那日本方面是希望這麼做呢 可以讓全世界的國家都瞭解 日本的核災區的食品很安全 可是呢 我也看到有人就提出疑問說 因為他們會擔心核輻射 那不管是主餐廳還是休閒餐廳 都是只有軟飲料 不會提供任何酒水 這主要呢 是出於防疫的考量 實際上呢 日本在過去啊 每次舉辦非常大型國際會議的時候 是非常喜歡給外國推薦宣傳日本的酒類 我曾經採訪過像G20的時候 在 我記得在媒體中心的主餐廳 就放著大量的日本酒 一瓶一瓶的直接送給外國媒體 都是一些很有名的酒 還有獲獎的酒 還有威士忌 可是呢 因為我是平時不喝酒的 所以也不會覺得很興奮 可是我的同事們都很開心啊 可以帶酒回家了 這次呢 奧運村裡面不提供酒水 那奧組委官員私下裡也說 真的是太遺憾了 因為對很多人來說 少了一個品嘗美酒的機會 可是呢 在奧運村裡 是沒有禁止各國運動員帶酒來的 可是不能在公共場合飲酒 只能在自己的房間裡 這樣的私人空間是可以飲酒的 但是呢 日本網上就有人質疑說了 現在日本國內很多地方啊 為了防疫 所以對酒水都有嚴格的限制 為什麼奧運村可以特立呢 那日本政府就回應說 這裡面涉及到贊助商 問題是很複雜的 可是問題是 在奧運村飲酒的話 如果大家都大聲喧嘩 一定會增加疫情的風險 這一點還真的是很讓人擔心 那這次外國運動員來日本呢 其實也少了很多樂趣 就是比賽結束以後呢 他們也不能夠自由行動 那大家都知道東京是全球 屈指可數的美食之都了 看來大家也只能在奧運村裡面的餐廳 來享受一下日本的美食 要是大家有什麼想法 別忘了給我留言 今日も見て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さようなら